前面那一條就是新的媽祖大橋 過去就是北港鎮 那這一條是屬於外環道路 往那一邊過去就是台十九線 台十九線上去就是舊的媽祖大橋 那這個地方叫做蘇錯寮 台語叫熟處寮 等等要去的那個五福 舊的五福宮就是從這一邊進去 黑天的六福 擁有後來再次出發 看看青蘇 見這裡 楊小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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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欢迎来到大卫的频道 我是大卫 我现在在嘉义县的新港乡 其实这边是比较靠近北港 各位有没有看到我后面那一条 就是新的那个马祖大桥 那这里是在堤防以内 也就是河床上面 是北港溪的 是北港溪的一个河床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这边呢 因为我们今天要来看 我前一阵子在网路上面有看到一则新闻 不算新闻啊 就是算在YouTube上面有看到这样子的一间庙 没想到竟然离我家这么近啊 我就赶快骑了摩托车过来看看 我的前方好热闹喔 在离场耶 大家有没有看过像这样子在离田地啊 如果有在离场的时候 通常都会有聚集很多的白鹿丝跟其他鸟类喔 因为土饭上来就会有一些虫可以吃 现在因为刚刚插秧上去齁 所以我没有办法走到中间去 这一间叫做五福宫 它其实已经 庙的历史已经有 前殿听说有100年 后殿有200年的历史 那我们现在看不到什么前殿跟后殿 其实只有一个屋顶而已 据说这是在921地震的时候 它就慢慢地沉下去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属于苏绰寮 台语叫做苏绰寮的一个礼喔 那他们在87水灾的时候 也就是大概民国48年的时候 其实他们在庄里面 已经有另外盖了一间五福宫 那神明全部都迁过去 那现在只剩下 这边看到的就剩下这一个屋顶 大家有没有看到 云影的地方那一条就是 往北港新的妈祖大桥 这边是属于外环道 然后堤房就在我的左手边 现在被一些树木给挡住了 大家如果想要来这边看看的话 就是从北港镇的新的这一条 妈祖大桥这一条桥 下来再桥头又转 苏绰寮的这一个村庄 就可以来到这一边了 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喔 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喔 这边就是后来的五福宫 像本来的一条桥 我们下转五福宫